为了勤勉更多公职新鲜人 为社会点亮公共服务的光明灯 来服务更多人民 花林县政府仍逝处日前举办了 国家考试新进人员的座谈会 邀请到全序部的常务次长林文燦 传授他几十年来的公务生涯经验 生动活泼的谈吐和活动 让现场60多位的新进同仁深受启发 我们在座各位小朋友 你们要自己自我的 要自我增强要自我尊重 其实现在要靠你们每一个人的努力 当工人也是一种事业 而不是一种事业 为了勤勉更多公职新鲜人 为社会点亮公共服务光明灯 服务更多人民 花林县府仍逝处日前办理国家考试 新进人员座谈会 邀请全序部常务次长林文燦 传授几十年公务生涯经验 生动活泼的谈吐和互动 让现场60多位新进同仁深受启发 你们现在想想看你们现在有个伦理 现在你们的课长 你们的课长拿公文到你座位上 退你公文的时候 你是坐着还是站着 你是站着 正还假的 我们现在都是什么 都是课长站着 科研坐着 欢迎大家成为国家第一名的公务员 我们第一个荣誉感非常非常重要 而且公务机关是一个团队的精神 没有个人 只有团队 团队的荣誉心会让整个公务体系 凝聚起来 所以使命必达还有 这个不断的不断的面对挑战 在面对挑战 而这些挑战都是压力 60多位通过国家考试和各录取的胜利军 在与全虚部常务次长林文燦的交流中 学会学习如何思考 如何创造来服务人民 期盼在未来的日子能够同心协力 保持服务相信的热忱与温度 共同照顾花莲邻礼 记者长邦彦华联师报导